各位观众朋友 玩间好 欢迎收看2022年5月31日的东方快讯Live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希望 公正党在完成党选之后 接下来的重点是加强西蒙各党之间的合作 以面对第十五届全国大选 陆兆福祝贺公正党新领导层的诞生 主席拿督斯里安华不照而胜蝉联党主席职 而拉斐兹赢得了熟理主席一职 雪州州部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单容马林国会议员郑里康 斯蒂亚旺沙国会议员涅纳兹米 以及森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则中选副主席职 他说 西蒙所有领袖 尤其是主席理事会成员需其心协力 调动所有力量 重新赢得人民对西蒙的信心 唯有紧密合作 高度的团队精神以及专注于人民斗争 西蒙才能在第十五届全国大选中再次崛起 于今年2月3日开跑的5至11岁国家儿童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在今日正式结束 卫生部指出 原定于本月15日结束的5至11岁国家儿童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也因截止日期临近开斋节和公共假期 而延长至本月31日 卫生部第一副部长拿督诺阿兹米表示 该部已为家长带着孩子免费接种疫苗 提供了充足的时间 因此不再考虑延长免费疫苗接种的日期 他说 该计划结束后 若父母想让孩子接种新冠疫苗 可以到诊所付费接种疫苗 然而 若因感染冠病而被迫在本月31日前取消接种预约的儿童 则可豁免付费 喉豆疫情席卷多国 我国也屡次传出疑似喉豆的病例 而卫生部长凯里公布卫生部接获三宗疑似病例的化验报告 证实目前我国未有喉豆病例 凯里说 这三宗疑似病例当中 有两宗为水豆 一宗则为手足口证 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并不担心喉豆在非洲国家以外地区传播 导致全球大流行 自英国于5月7日首次报告喉豆确诊病例以来 超过20个国家已向市委通报的喉豆确诊和疑似病例已将近400起 市委周一30日对这种不寻常情况表示担忧 但重申无需为此感到恐慌 市委说喉豆是通过密切接触传播 一般不会导致严重疾病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当地时间周一宣布了一项限制手枪所有权的法案 将在全国范围内禁止进口 买卖和运输手枪 并限制弹匣容量和禁止销售外形像枪械的玩具 路透社报道这项立法是在美国发生多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出台的 加拿大联邦政府已向国会提交该法案 由于自由党与新民党在国会众议院组成的联盟在国会表决中占有多数席位 预计法案将在国会获得通过 特鲁多周一宣布新法案时表示 强制暴力不断增加 必须制定新措施来遏制这个问题 Tom Cruise主演的电影《Top Gun Maverick》于上周在世界各地上映 票房成绩相当亮眼 截至昨天30日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为止 首次日票房累收1.5亿美元 不仅是他的首部开化破译电影 同时刷新了他从影40年最高开化记录 截至日前 此片在全球票房达2.6亿美元 成为Tom Cruise首部北美上映周末票房破亿美元的作品 据悉 此片上周四在美国上映优先场首日已收1,930万美元 成为派拉蒙电影公司历来最高优先场记录 在周五于北美正式开化后 大收5,100万美元成票房冠军 并再破Tom Cruise个人开化票房记录 他此前的最高记录是Mission Impossible Fallout 开化票房收2,280万美元 据知Tom Cruise这次的片酬高达1,250万美元 由于电影开化票房已超出预期 他有望最终令获超过1亿美元的额外分红 今天的东方快讯Live也来到了尾声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